中文字幕——YK 一下子就插到了图里面 今天读书让我们认识这个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 丁小冰 读本好书 听段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伟 在今天的故事分享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在照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一名军人站在军队方阵的最前方 举起左手 庄严敬礼 这个用左手敬礼的军人 名叫丁小冰 也许您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如果说您听了他的介绍之后 您肯定会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丁小冰 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广西总队政委 被武警部队评为第八届 中国武警十大中城卫士 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 荣立一等攻一次 三等攻两次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他是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说到这儿 您可能又要问了 无论是解放军还是武警部队 那都是纪律最为严明的地方 所有人都是统一用右手敬礼 丁小冰为什么是用左手敬礼呢 而且他又是如何获得 中国武警十大中城卫士的称号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 由杨昭辉编著 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 和平年代的英雄精神 一起来读一读丁小冰的故事 翻开书 我们先来读一段丁小冰 自己描述的经历 这段经历可以说令人惊心动魄 他说 突然一枚手雷从高地砸过来 那时也没顾得上多想 因为抓住了一个俘虏 把俘虏一把压在地上 右手抓着手雷就想往外扔 可是 已经来不及了 丁小冰这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呢 他又为什么会身处这样的险境呢 事情要从1984年10月的一天说起 那个时候丁小冰刚刚入伍满一年 应该说还算个新兵 但是他所在的部队 马上就要参加边境防卫作战 书上是这么说的 为了争取得到最艰巨的任务 他用鲜血写下战书 我坚决要求参加战斗 打头阵当兼兵 那么想要打头阵当兼兵的丁小冰 在战斗当中又表现如何呢 有一次 他们减伏到敌方阵地前沿 执行侦查和抓捕任务 后与敌方交上了火 原来丁小冰和战友们执行的是捕服任务 也就是说到敌人盘踞的地方去抓俘虏 我们想想就可以知道 这是多么危险和艰巨的任务 果不其然 就在大家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敌人开始疯狂地进行火力报复 丁小冰说 当时三个高地的火力 同时向他们进行压制 封锁了撤退的线路 杀红了眼的敌人 开始使用手雷 就发生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然而 丁小冰为了活捉俘虏 大脑根本无暇多想 一下子就用右手抓住了那颗带爆的手雷 想要把他扔出去 当时手雷在被扔出去的时候炸了 那一瞬间 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手臂没了 因为有一个炸弹的冲击波 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一门心思在压制俘虏上的丁小冰 在手雷爆炸的冲击波 他就释放完后醒来 对这一切他居然没有察觉 他发现俘虏往回跑 他一下子就把对方扑倒了 当时本能地想按住他的脖子 可一下子就歪倒了 这时才知道手臂肘关节已经没了 大臂的骨头一下子就插到了土里面 等他爬起来的时候 看到大臂的部分只有一点点皮了 血管不住地往外喷血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是如何惨烈的画面 那么面对这一切的丁小冰 又将如何呢 他压着那个俘虏开始喊 连长 班长 你们赶快过来 我胳膊端了 听到后大家赶紧围了过来 制服了俘虏 用止血袋给丁小冰简单包扎了伤口 之后大家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 向后撤退 可就在这时 新的危机又出现了 书上说 撤退的时候灌木很多 当时的行动非常困难 敌人的火力也很猛 丁小冰断裂的手臂 只有一点点皮挂在上 所以总被树枝挂住 扯得皮很疼 为了不脱累战友 同时也为了胜利完成任务的丁小冰 紧接着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 书上说 他竟然用匕首把那只断臂割掉了 当时因为想着带回来缝一缝还能用 就把断臂别在了腰上 我们都知道如此重大的伤残 很有可能是会要命的 况且日后少了半截手臂 还是惯用的右手 这对于常人来说 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可见 丁小冰真的是为了胜利而不顾一切 也许是出于必须完成任务的信念 也许是出于求生的本能 就这样 丁小冰撑了三个小时 一路躺着血往回走 终于他看到了自己的战友 抬着担架赶来了 就在他看到担架的那一刻 他突然撑不住了 一头就倒在了地上 也许是丁小冰舍生忘死的精神 感动了上苍 就在这时候 路过的前线医疗分队 目睹了这个场景 他们开始全力抢救丁小冰 医务人员经过三天两夜的抢救 终于把丁小冰 从死神的手里给抢了回来 但是丁小冰 从此永远失去了右臂 书读到这里 我不禁感慨万千 在和平年代 也会有战斗 也会有危险 我们的子弟兵也有如此多的流血和牺牲 作为他们中的一员 丁小冰为了成功完成任务 保卫边境 不惜以命相搏 您也许会问 丁小冰能做到如此 到底凭什么 也许我们能从他家客厅里 他自己用左手书写的诗句当中 找到答案 抚养无愧天地 褒贬自有春秋 这就是丁小冰对自己的要求 坐一杆脆竹 有骨有结 顶天立地 感谢您和我们今天一起读书 更多好书 期待与您分享